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华文活动本第73至75页的答案 我们一起来看73页的B项 想一想,写一写 例子 日和笔形成昆字 昆虫的昆 第一题 二和小形成是 展示的是 第二题 和和火 形成秋 秋天的秋 第三题 土和皮 形成波 斜波的波 第四题 和和子 形成季 季节的季 大事 西项 填一填 看看什么字可以和其他四个字构成词语 我们一起来看看例子 拖 拖离 拖身 摆拖 洗拖 第一题 有趣 趣味 趣事 兴趣 第二题 居 邻居 居住 居所 故居 第三题 命 生命 命名 命令 逃命 命整 串 火 终 绅 绅 火 绅 火 火 元 第一题,弟弟不小心把花瓶打破了 第二题,山坡上有一群山羊在吃草 第三题,下雨后,我们走路要小心,以防滑倒 第四题,客人来拜访,我们要好好招待他们 第一,拿两个句子中画线的字读音相同,画钩 第一题,重要的东西要好好收藏 他跟着寻宝图去找宝藏 他喜欢和朋友玩捉迷藏 第一个句子和第三个句子画线的字读音都是读成长 所以同学们要把第一和第三个句子打工 这里有好多美丽的贝壳 请你把蛋壳丢进垃圾桶里 第二个句子和第三个句子都是读成壳 所以同学们也是要把第二个和第三个句子打工 F项 阅读短文 然后回答问题 为什么海龟会流泪 小朋友 当你伤心难受的时候 你便会哭 会流泪 可是 海龟有时爬到岸上来时 你会发现他在流泪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别人欺负他 还是生病了呢 海龟生活在海里 喝的水都是盐分很高的海水 当他身体里的盐分过多了 该怎么办呢 正好 海龟的眼磨后边长着一种叫 盐线的器官 当他排出盐分的时候 海龟就像在哭的样子 原来 这就是海龟流泪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第一题 海龟流泪是因为 要排出盐分 答案是B 第二题 海龟流泪和他生活的环境 海 息息相关 你同意吗 为什么 我同意 因为海里的盐分很高 海龟生活在海里 喝的水都是盐分很高的水 不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